另外来看到新北市有一位新人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气 不过由于这个妻子呢 已经怀孕四个月 决定要补起婚宴 但是没有想到这大喜之日呢 婚宴办的太盛大了 连警方也得知消息 不过提示两个人正在办婚宴 所以没有当场抓人 但是呢等婚宴结束以后 还是将两个人逮捕 依送法办 新娘子跟新郎官的甜蜜合照 公开放在两个人的脸书上 要跟亲朋好友分享喜悦 但是这两个人 却因为毒品案件被通气 雁克当天被警方带走 吓一跳啊 但是我跟你讲说 你们只是没有到 地点主席报到 在台警车 在哪里 在台湾门口 挺蛮久的 半小时 只一小时应该有 19岁的新娘子 十姓女子怀孕四个多月 她跟21岁的新郎官 罗姓男子都是毒品通气班 小两口上个礼拜天 在餐厅席开十几桌 开行雁克 却因为通气案被检举 警方找上门 两个人在喜宴之后 就被带回警局 在我们是没听到啦 没听到 是那他说阿嬷 反正 连亲朋好友都没听说 因为担心小两口的家人 知情警方的行动 可是保密到家 但是从罗姓男子的脸书上 留下对老婆的思念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蛛丝马鸡 根据了解 罗姓男子是地方角头 他得知太太怀孕之后 便决定金盆洗手做好人 平时还常常到 自己家里的摊位去帮忙 没想到精心策划安排的婚礼 还是因为毒品案件受到影响 现在太太仍还在乐界当中 不过小两口要是有心 相信还是可以共渡难关